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罢了 小禅 你去传代一下我的意思 诸位 我家公子说了 这镇国玉玺乃是北敌之物 应当归属北敌 她是不会参与争抢的 还是很多人会抢啊 王爷发话了 这玉玺一定要买下来 如此贵重事物 王爷怎么没有亲自前来 这种事情 王爷怎么会亲自前来 若是王爷在众目睽睽之下拍下玉玺 可汗若是知道了 岂不是 哦 我明白了 只要我们拍下玉玺 天下商会就会把玉玺悄悄地送到王爷府上 神不知鬼不觉 王爷 我们还能调动多少钱 回禀可汗 能调动的恐怕只有三百万两了 再动用博库自禁的话 下半年的军需可能就要吃紧了 就算动用皇族宝库 也一定要把玉玺拿下 现在开始拍卖郑国玉玺 起拍价三百万两白银 三百二十万两 死亡 三百三十万两 三百五十万两 一群乱臣贼子 莫爷 你以为我记住了这些人 我回去再收拾他们 怒啊 这天下商货也是居心不良 拿出镇国玉玺 恐怕是巴不得被敌大乱吧 既然是在彼得 我们也出家吧 莫爷 要一击得胜 嗯 六百万两 六百一十万两 七百万两 七百一十万两 八百万两 你干嘛 你不认识那是谁啊 看着是有些眼熟 不过现在可没空管这个 要是无言完成 王爷交代的事 咱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只需要告诉王爷 镇国玉玺 被可汗嫡妻摩叶将军 买去了就好了 八百万两一次 八百万两两次 八百万两三次 成交 公子 今天六百三十一件拍品 无一流拍 共获得白银三千多万两 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银两 发放给北敌百姓 凡是在一年内 愿意迁出都城的人 全都发给他们二十两银子 这银子 就算是他们的盘缠了 我要这京都 除了北敌军队 看不到一个平民百姓 是公子 如此大费周章 公子此举是何用意 哎呀 你呀 真是个鱼木脑袋 浩天宗的人 马上要进驻北敌京都了 听说这一次 他们可是清朝出动 我明白了 公子是想要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今天晚上 我要去北敌皇宫一趟 公子 要不要小小一起去 不用 一个小小的北敌皇宫 难道还能困住我不成 诶 可是 好吧 那公子你要小心 让澹台开始准备吧 浩天宗的人既然来了 我们自然 也要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才是 可汗 天下商会的人 已经把镇国玉玺送过来了 快 快点给姑看看 果然是镇国玉玺 没有错 可汗 历经此次拍卖 如今国库空虚 连宝库里面的很多东西 都被我们卖掉典当了 若是几位王爷联合追究起来 只怕 不好交代 如今有了镇国玉玺 难道还怕他们闹事不成 接下来几天 不管什么人来 都不能让他们进来 姑要闭关 是 过去 这 都不得了 无论 有 不得了 是 感谢观看